親愛的基督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謝神讓我們在今天在這邊相遇 我相信神今天帶領我們來到這邊 都不是偶然 是因為祂知道你很愛祂 祂也很愛你 所以來這邊大家一起聆聽神的話語 在裡面得到鼓勵 讓你們知道我們的生活是有方向 我們的生活是滿有神的恩典 跟我們在一起的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愛罪美 在 我這個好像不能寫 今天其實是一個教聖部主日 那教聖部他最主要的就是 社會跟教會的一個連結 那所以其實今天我會選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題目好像提醒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我們都應該跟神的愛有連結 後面那個線有接上去嗎 那個USB 那你幫我換一個 能切嗎 你們看到幾隻老鼠 兩隻 果然都有睡飽 不是看到三隻 兩隻喔 兩隻老鼠 這兩隻老鼠是發生什麼事 有一天喔 某一家的正果呢 他們想要把他們那個骨倉啊 就是堆那個稻米的骨倉 都把它整理一下 然後他們就用那個煙去燻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老鼠一定會都躲在裡面偷吃東西 所以他們就說 好我們先把他們燻出來 所以他們開始燻的時候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二、十 好多隻就這樣一直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想說 那應該跑完了差不多了的時候 他們準備要清的時候 就看到 欸 怎麼一隻老鼠拖著一隻老鼠的尾巴跑出來 好 他們就知道這隻老鼠拖著這隻老鼠跑出來 等到大家都清完的時候呢 大家都坐著吃飯 心裡就一直想說 欸 奇怪 為什麼這隻老鼠要咬著這隻老鼠的尾巴一起跑出來 所以呢 這時候 有一個羅馬的軍官就說 嗯 這兩隻老鼠一定有關係 什麼關係 一個是主人 一個是仆人 所以呢 主人呢 就被仆人搭著 因為他要服侍他 好 這個羅馬軍官這樣講完之後 大家想了一下 嗯 你說的好好喔 真的不錯欸 應該是這樣 好 這時候呢 聰明的以色列人會說什麼 不對不對 他們一定是按照聖經所講的 他們的關係喔 就跟夫妻一樣 神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也好像夫妻一樣 大家聽一聽就說 嗯 好像是喔 大家就覺得是是是是 然後呢 強調孝道的人 就說什麼 不對啦 他們兩個一定是什麼關係 鏡子 爸媽媽跟孩子的關係嘛 所以媽媽為了保護孩子 就把他拖著 大家聽一聽喔 也真的好像有道理喔 嗯 那你說的應該也對 這時候呢 坐在旁邊的撒瑪利亞人 聽一聽啊 他覺得怎麼樣 真的是這樣嗎 撒瑪利亞人最後說了一句話 他說 可是 愛一定要有關係嗎 當我跟你之間的愛 我們一定要有任何的關係 我們才會有愛 當撒瑪利亞人講完這句話之後 大家就 你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就點頭 用自己去思想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愛 一定要建立在利益 情感 夫妻 親自的關係上嗎 你有沒有想過 愛其實沒有任何關係的時候 他也一樣的發展 今天我們讀的故事是誰的故事 撒瑪利亞人 撒瑪利亞人其實很可憐喔 他們在聖經裡面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當時呢 在以色列人王國之後 他們就住在 就四處分散 所以他們就跟撒瑪利亞人通婚 那就跟其他的人通婚 那就之後就稱為撒瑪利亞人 那他們其實是被非常看不起的 就是說他們的身分是屬於 你好像是以色列人 但是你又不是以色 你不是被神所拣選的 你是被神好像不要的 被遺棄的 所以他們很討厭撒瑪利亞人 撒瑪利亞人是很不被看中 一直被視為外邦人 所以猶太人對撒瑪利亞人的看法是很不屑 你知道撒瑪利亞人做出來的餅乾 猶太人吃不吃 不吃 他們認為撒瑪利亞人做出來的餅乾 比豬肉還要噁心 還要不接近 那如果今天他們要祭拜的時候 當他們的馬 背著他們的祭拜的用品 經過撒瑪利亞那條路 還能用嗎 不能用 那撒瑪利亞人 當他們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不想要跟猶太人合光的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不好的 就連撒瑪利亞人殺的什麼豬肉啊 還是什麼牛羊啊 他們都不會去買 甚至在猶太人的觀念裡面 撒瑪利亞人就是被遺棄的 所以呢 猶太人都會說 撒瑪利亞人好像是被鬼附的 在他們的心中就是非常的不尊重他 看不清他們 反正就是水火不相容 所以我們來看這張地圖 你看到最上面是寫什麼 加利利 然後撒瑪利亞人在這邊 這邊是猶太 你知道當猶太人要去加利利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走嗎 你猜他會走藍色的還是走紅色的 走紅色的 因為他們覺得我只要經過這裡 我就會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一定不能走這裡 但是當他要走紅色這條路的時候 其實這條路從這邊到這邊 其實是滿不安全的 但他們還是寧願走那個不安全的路 甚至你知道他只要走 從這邊走藍色的只要三天就好 但是他走紅色的可能要六天 但是他就甘願走六天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不要跟撒瑪利亞人在一起 所以在聖經裡面你還可以讀到另外一個故事 其實就是當耶穌跟一個撒瑪利亞人 井邊的婦人藥水喝的時候 井邊的婦人怎麼告訴耶穌 他說你既是一個猶太人 怎麼跑來跟我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藥水喝呢 然後經文的後面就記載 原來撒瑪利亞人跟猶太人是沒有往來的 所以這是一個提醒我們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是非常不好的 好這是以前 回到現在呢 撒瑪利亞人給我們的感覺好不好 變成怎麼樣 好撒瑪利亞人 所以呢現在對撒瑪利亞人的觀念 我們其實已經越來越好 那變成一個好的象徵 一個健康的樣子 所以在2003年曾經有一個食尚會 就用撒瑪利亞人的圖像 去做一個義脈的經歷 因為對於我們提醒我們 現在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習像他一樣 好撒瑪利亞人一樣 去關心你身邊所有的人 好今天的經文是一個夫子 來問耶穌說 欸我要怎麼做才能承受永生呢 第一個問題 耶穌讓他自己回答對不對 他說你就是要愛別人啊 第一個問題 耶穌讓他自己回答出來 第二個問題 他又想問 他又想問說欸我應該怎麼樣 才能愛誰是我的靈色啊 這個問題其實他有一點想跟耶穌臭屁說 欸我不是沒有愛人喔 只是什麼人才是值得我愛人 到底誰才是我的靈色 誰才是值得我愛的呢 我那麼高尚對不對 耶穌沒有再請他回答 耶穌做了一個比喻喔 他問到說誰是我的靈色呢 耶穌就開始講了 今天我們讀的這一段經文 他說什麼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掉下耶利哥去 像這個人一樣 走著走著怎麼樣 遇到了搶盜 被打個半死 所以全部身上的東西都被搶光光了 之後遇到什麼事 有沒有人來救他 這後面耶穌又丟給他的問題 耶穌跟他說這個人要下耶利哥 要下耶利哥 他從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 耶利哥是哪裡 就是這樣 耶利哥其實是一個很受祝福的地方 那個地方有好多的水 有好多的泉源 是在那一區裡面 其實是很備受祝福的 所以耶利哥是一個很早以前 就有人居住的城 但是當你要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就從你要走山路到平地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裡會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當你把時間拉到以前 沒有電燈沒有車子 當你自己一個人走山路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害怕的 甚至你會遇到很多危險 那所以耶利哥 要下耶利哥那段路 以前被稱為紅路 為什麼叫紅路 因為你在那邊很可能會流血 所以就被稱為血路 所以其實他要下來的那條路 是真的非常危險 到十九世紀有人還說 當你要走那條路的時候 最好你預設的時間 就是你晚上之前 一定離開那條路 不然晚上你會發生什麼事 都是你不能想像 所以呢 耶穌講的這個比喻 他用了三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誰 有一個人下耶利哥被怎樣 落在牆盜手中 再來耶穌用的第二個人物是誰 祭司跟立位人 第三個人物是好的 撒瑪利亞人 耶穌為什麼要把這三個人放在一起 如果你看到這幾個顏色 你會覺得哪一個顏色最好 好像是中間那一個 如果你是當時的人 遇到強盜 你要遇到強盜嗎 你一定不要 那如果你非常討厭那邊的人 你要遇到撒瑪利亞人嗎 一定不要 感覺是什麼 遇到立位人跟祭司 好像就是遇到舊主了 有沒有 但是耶穌把這三個人 擺在一起的時候 要我們去思想 祭司法 律法背得熟不熟 熟 他們是猶太的拉比耶 是教師耶 那個所有的東西都背得很熟耶 耶穌要叫他們做什麼 十戒什麼 他都可以隨便就念出來 但是耶穌要提醒他們 你們 你就像背得這麼熟 你沒有行出來 也是沒有意義 今天就算你在這邊聽了那麼多 你沒有行出來 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耶穌透過這段故事 提醒所有的 祭司跟當時所有的拉比 你們聽了那麼多 有沒有行出來 這個好的撒瑪利亞人 卻是最後救他的人 經文說 當你躺在那裡的時候 你看到祭司 從你身邊走過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趕快來救我在這裡 他有救他嗎 這張圖 沒有 他就這樣走過去 當你覺得該救你的人 沒有救你的時候 你是什麼感覺 你應該很難過 你會覺得你應該救我 第二個人是誰 第二個人是立位人 走過去的時候 有過去嗎 沒有 經文用一個字形容 唯有 撒瑪利亞人 經過的時候 怎麼樣 動了慈心 所以他就動了慈心 他想要幫助他 親愛的弟弟妹妹 當你今天 要幫助一個人的時候 就像這個弟弟 拿一個湯火給那個女生 不是你今天有多少錢財 而是當那個女生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給他一顆糖 他心裡就開心了 當你把你自己擁有的 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你就會開心 我們要看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一個 外國的人所測試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影片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往上一頁 然後 滑鼠搖一搖 他就會跑出來了 上一頁 然後點一下 安全命 好 我們等他一下 他是一個 流浪漢 跟一個記者 然後去實驗 那他 塞錢給這個 街友 這個街友睡醒之後 發現他身邊 有一筆錢財 所以他就趕快收拾行李去買東西 買了兩大袋的商品出來 又回到方剛的地方休息 這個人在旁邊跟他說 我女兒是在劈場 想測試你的 他問他說 你是要幫忙嗎 就開始了解 好的 這個人在旁邊跟他說 我先回去 你先回去 我這裡 我這件事 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講什麼? -可以用那個語言嗎? -他真的要講的 -能不能這樣? -會還嗎? -會不會怎樣? -你會有尊重啊 -那你當做那時 -不是沒有 mortality 非常 NASH 非常 NASH -what you did? -那個是真的會戴什麼 NASH 非常 NASH 非常 NAS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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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可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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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最他那個說什麼 跟有所差异而不同 这一个影片里面 其实我蛮欢迎 他其实是造假的 因为他的 他的身上是有憋麦克风的 我觉得如果是街友 应该很清楚就会想到 你那边怎么憋一个麦克风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造假的 但是在这个影片里面 他提醒我们 这个街友他之后怎么样 去把他买来的两个东西 他听到刚刚女儿生病的时候 这个街友或许很需要 他两个东西 但是他又把他拿回去退掉 换了钱 然后给这个街友跟他说 我觉得你女儿比我还更需要 所以这笔钱给你女儿去抽 就是去抽生病费 这是一个很棒的爱 他比他更需要 但是他却愿意给他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里面 当你说爱的时候 你也有没有行动 这张图有一个大嘴巴 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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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这个人一样 你知道德雷撒兄弟他曾经说过一件事情 他说他曾经去开过一个会议 那个会议就是在讲 我们要怎么让这些饥饿的人不在饥饿 我们要怎么拯救这些人 我们要怎么分享外面的食物 我们怎么样让贫穷的人不在贫穷 他说有一次当他去参加会议的时候 里面的人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后面从来没有一个人 虽然知道他在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工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给他一些钱 然后去告诉他说 你透过这些钱去帮助那其他的人 那些人都是一直讲一直讲 那甚至有一次他在开会的时候 那一次就是在讲饥饿 当他们里面的人他说 我们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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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时候 德雷撒兄弟那一次他其实迟到 迟到之后他发现有一个小孩子 在外面很饥饿 他根本没有得失 里面的人也没有拿东西给他吃 所以当里面的人在开会说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世界 怎样怎样 外面的人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说 好没有有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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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去思想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跟其他的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爱里面你到底有没有行动 还是跟那个祭司跟那个立位人一样 好我们就这样想到没看到 走过去就好 第二个 一个真的爱是什么 是超越隔阂的爱 这一张鱼 这两这两只鱼 我不知道你们不能猜出一个成语 叫做以什么相末 对 当两只鱼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快要死的时候 他们就会吐口水给彼此 为了是什么 帮助彼此维持那个圣灵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口水来彼此互相资源 同样的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觉得你快要不行了 你还有办法给人家一些东西吗 爱是必须要超越隔阂 然后愿意互出 我那天看到一张图我还蛮喜欢的 这张图是耶稣跟所有的 叫无比的超人嘛 耶稣在告诉他说 我如何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呢你们就应该这样拯救这个世界 同样的今天耶稣也告诉我们 你看耶稣跟他们坐在一起 也是教他们这一招 跟我们在一起也是教我们这样 所以呢你能不能成为他们 当然你可以是蜘蛛人 我儿子都说他自己是蜘蛛人 你可不可以是钢铁人 你也可以是钢铁人 你能不能是绿巨人 美国超人 然后当你的生命里面有神跟爱的时候 你是可以超越很多 不是什么东西都一定会造成你的困难 而是你可以去帮助人 这一张是谁画的 范果 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两个好的撒玛利亚人 一个是他的弟弟 一个是他的精神科医生 完全的支持他 在他别人都讨厌他的时候 他们还是一直鼓励他们去创作 去把你内心里面最好的那个东西 去表达出来 所以他们是完全的支持他 就算他的弟弟那时候 其实在金钱方面也是有困难 但是他还是完全的支持他 再来爱是什么 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经文里面说那个人把他带 那个人去救他的时候 给他油给他包扎 你知道那个对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你的爱里面 你有没有付出代价 你有没有把你可以的给人家 美国有五个姐妹 他们在过世的时候身价有1亿 如果你今天有1亿 你会怎么用 我相信你今天应该会好好的利用他 你知道这五个姐妹怎么过他们的一生吗 他们从小就很有钱 所以他们就相约我们五个姐妹 谁都不能结婚 因为我们的财产不能怎么样 分出去 所以他们就相约五个 我们都不要结婚 都不要结婚以外呢 我们要过极简的生活 你知道当他们最后一个人被找到的时候 他身上只有25年前做的那一件衣服 然后家里的东西都是极简的 结果他们身价是1亿 他们所有的东西 他们都不想跟别人分享 也不要自己用 那他过那个极简的生活 五个都没有结婚 请问有人可以去接纳 接受他最后的遗产吗 我相信那个对他们五个人来说 他们一定没有想过说 原来我的后果是这样 当你把所有的东西 集在你的一手的时候 你想要控制他的时候 亲爱的 其实你就被那个东西给控制了 当你觉得我的金钱怎么可以分给穷人 我的金钱怎么可以分给人 我的金钱是要给谁的 当你被那个东西控制的时候 你整个心里是没办法释放的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有被控制吗 没有 他随便就能给出去 甚至隔天还去帮忙付钱 不要忘记 爱要有习惯 最后你要去分享你所有的 你要耶稣最后跟他说什么 所以你去就照着习惯 耶稣最后问他说 那谁是好人呢 哪三个人之中在听完里面 哪一个是好人呢 那个人回答就是那个怜悯人 你知道他的心有多坏吗 最后他还是不想说出 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为什么 因为撒玛利亚人跟他们之间是有隔阂的 我相信要他说出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 他还是说不出口 当然也有可能他真的觉得是那个怜悯人 所以他回答耶稣说 就是那个怜悯人 好 耶稣给我们一个功课 今天他请他去学谁 好的撒玛利亚人 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他非常讨厌的人 如果今天耶稣跟你说 你就造成你非常讨厌的那一个人 这要去做 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 我相信这次我们回去 或者是等一下你们在小组里面 你们可以彼此想一下 当别人想要来帮你 你想要别人来帮你的时候 他却不帮你 却是你最看不起的那个人来帮你的时候 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再来当你最看不起的那个人 耶稣要你去 耶稣要你去学他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价值里面 我都盼望人家看到你 就是说有你真好 最后请问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最能触动人心的是什么场景 最能让你流泪的是什么场景 然后最能让你同情的是什么场景 最能让你觉得感谢 谢谢你是什么场景 我相信这四个 你在连续剧里面 都会坐在那边哭的是什么场景 不是小儿子终于找到他爸爸了 不然就是谁又爱谁啊 那个最终的就是那个爱 你的心里有没有那个爱 怕要在我们透过这个沙巴利亚人的故事 可以让我们提醒自己 你有没有去爱别人 最后 这张图是什么画 国画 我对于画画没什么研究 但是呢 我有听说 在画国画里面呢 你知道画国画里面最基本的颜色有几种变化 你一定看不出来 其实我以前看国画就只是真的就这样看过 但是会画国画的人 当他一比下去的时候 人家要有渐程 人家要有漫漫的 那个黑色的变化 最基本好像就有八种 所以呢 当你在欣赏一幅画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 那这边怎样怎样来 我觉得很多东西 当你更深入的了解 你会发现色中有这个颜色 画中有那个画 所以你在更了解爱的里面 你会发现爱中就会有爱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爱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最后 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 这提醒我们神的爱 他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我想 当我们有觉得不公平 觉得看不起 或者是觉得 嗯他不是吗的时候 或者是当别人这样看了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神的爱 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 好 最后我们要来唱我们今天的诗歌 神在呼召我之处 神有没有呼召你 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 神有没有呼召你 让你去爱更多的人 其实我今天一直在想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当我知道今天是教授主日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收了一个基督徒 他最要具备有的是什么 那我就看到一篇文章 他说 你们每一个人的脸 都是传如荫的脸 你们知道吗 当你们走出去的时候 人家就看着你们的脸 那就知道 嘿 他的生命中有神的爱 或者是看你表现出来的行动 他们就知道 哇 神的爱 可能就是这样 这么美好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 来 你我的生命 让我全心感受 让我全心感受 神通我的生命 此前明天而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你是我心的满足 祝此爱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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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荣耀照相我 祝你荣耀照相我 保卫我的身体 祝此平静和安心 祝你荣耀照相我 祝你荣耀照相我 rad… 祝此爱的真理 祝我聚 祝你荣耀照相我 我的遭遇何時依然 養生在我心中是中央 在我心中是成為我道路 或是成為我生命 就在這裡 線上敬拜 在我心中是成為我生命 或是成為我生命 就在這裡 線上敬拜